這條是Practice Vapor的33條 這條是問QTM 問哪一個就不正確 QTM其實有兩個假設不變 因為這個是classical classical就一定說是long one long one就有兩個假設不變 一個是V不變 另外一個就是output 就是Y不變 所以得出來的結論就是money supply上升 就會導致物價水平上升 Y倒轉了money supply減少 那個物價水平就會下跌 只有這個結論 因為這個是classical一個傳統的QTM A一個 它說V和Y不變 Assume 假設 所以合理的 A正確 B一個就說ms變 就會導致 同一個比例的nominal output變 那麼nominal output 就是P乘以Y 雖然Y不變 但是 money supply增加多少% 所以這個是正確的 C一個 通縮 deflation 就是持續有一個money supply的下跌 這樣合理的 如果money supply是跌 那個price level 也是跌的 這個合理的 都是QTM說的 D一個 是錯的 他說 物價水平 就導致相同比例的money supply 轉變 這個次序是調轉了 我們那個 QTM 其實就說ms 影響p 錯誤的一個說法就是p 會令ms變 所以D條 就會是錯的